5月22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老论格政论坛在北京举行,多位学者研判中美贸易及中美关系的挑战和前景。 中美贸易,美国吃亏,加征关税,美国受益,针对美方抛出的种种命论,多位中国专家在论坛上予以驳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称,美国向中国买东西并非是给中国的恩惠, 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是因为这些产品在其本国存在需求,但生产成本较高,而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这是贸易的基本原则。 必须从国际上来进口,那么当然它可以从进口,从中国进口,也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但它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价格比较低,质量比较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指出,中美贸易,美国吃亏论,站不住脚,虽然中国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但中国由此获得的外汇储备,多用于购买美国国债。 美国相当于从中国融资来发展自身经济,然后又倒打一耙。 我们会购买美国的国债,我们基本上购买美国的国债,占美国它自己国债的8%左右,每年花了多少钱购买呢,花了三,我们的外汇储备,就新增外汇储备的30%到40%去购买,全球200个国家,中国一个国家占购买国债的比例有多少呢,我们一个国家占了200个国家的这个百分之二十,所以呢我国是它最大的这个债权。 针对美国一些人抛出,加征关税有利润,宣称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是从中国口袋里拿钱。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显对此给出了一组数据作为回应。 中国出口的玩具占美国进口的86%,旅行香包与鞋类都超过了60%,家具占44%,纺织品服装占37%, 机电产品大类占21%,数码相机占40%,笔记本电脑占94%,这样大量的日用消费品严重依赖中国,很难替代。 周世显表示,美国对中国生产的日用消费品依赖度极高,很难在短期内找到同等体量的替代来源。 加征关税只能抬高美国消费者成本,同时,物价上涨还将加剧美国通货膨胀风险。 一旦美联储因此加息,美国股市亦将随之出现下跌,从而拖累其整体经济发展。 中方多次强调,对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只有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才是达成协议的前提和基础。 对此,林毅夫表示,中国希望与美国坐下来磋商,取得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他强调,面对美方提出的无理要求,中国最重要的是保持定力,继续坚持既定方针,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取得高质量发展。